大家好 我是讚 歡迎您進入我的頻道 如果您覺得這支影片不錯的話 敬請幫我按讚 分享訂閱喔 可以用谷歌設定 導航至國家廣播文物館 地址是嘉義縣明雄鄉明泉路74號 溫馨提醒大家 週一修館 可別白跑一趟喔 從大門進來後 就是椰林大道 前方就是國家廣播文物館 待會我們就先到國家廣播文物館參觀喔 國家廣播文物館 國家廣播文物館在日治時代的稱謂是 民雄放送所 在當時 是日本政府 為了阻止台灣人 收聽南京政府 中央電台的節目 並進行 並進行 日本南京政策的 軍事 及 新戰用途 而在 民雄地區的 廣大水田上 建台 直至 民國29年 9月28日 正式開播 好 就讓讚 帶大家進去逛逛吧 進來後 先來會議室 看一下導覽片 了解一下 他的歷史 民雄地區 進來後 我們看到右側 1024行政室 我們進來去看一下 接著來去台長室看一下 台長室 105工程室 工程室 1. 點擊真空管機器人 點擊真空管機器人 接著我點擊麥克風 真好玩 沖水機 大型真空管水冷系統 可愛的造型植物 民雄放送所 昭和時期 圓區 圓模型 停生變職業 文物館裡面也有很乾淨的洗手間 供遊客使用 接著來去二樓看一下 這裡是文物館二樓 我們來去看一下吧 一上來我們先看到的是 電台展示室 頤防正台之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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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蔣介石委員長發表對日抗戰勝利 所使用之麥克風為模型 內建五段抗戰時期 及台灣光復經典生意 戒严时期的记者证 我们来去古董发射机展示室看一下 中国发射机研发者田中信高 走过来这里还有一个特展室 集音麦克风 集音麦克风 电波传送范围 远及东南亚和中国大陆的江苏省 及南京等地区 天线铁塔绝缘爱子 正馆之宝中坡发射器 精神rophy 204都媒体导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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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線電接收測試機 對面是波音工作坊 不可憐 內部參觀完我們到外面來看看吧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海鮮的水 这里是全国唯一以广播为主题的博物馆 民雄大小室的放送中心 于108年登陆为嘉义县的历史建筑 民国38年后的两岸对峙时期 成为中央广播电台对大陆进行新战广播的重要据点 馆内存有许多广播史料、文物与积聚 是国内积聚历史价值的广播文物馆 如果您来民雄乡玩的话 记得要来一趟文化知性之旅哦 订阅一些原权的城市